好的 女星鄭嘉純 今天現身活動的現場 先前因為民進黨是向她 招手來參選立委 而不過後續卻沒有看見她的 人名字是有出現在名單之內的 而鄭嘉純今天在活動上面 就被問到了接下來 還有沒有可能來披上綠營的戰袍 對此鄭嘉純也給出了答案 中間就是九彎十八拐 講完要三天三夜這樣很精彩 不過最後是我喊停的 不是大家外界猜測的那樣 我會用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去幫助我想幫助的人 所以喊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有很多錯綜複雜 對 很多很多原因 好的鄭嘉純表示 當初是自己先主動喊咖的 如今已經確定出局了 不過下一步會以開節目的方式 替接下來的立委選戰來幫忙 不過也表示說其實沒有限定 要協助哪一個黨的參選人 那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